很複雜的一些關注點 首先當然是我們這邊越來越多馬來西亞來的學生 我們很關心他們所處理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雙間這方面的交流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非常關心馬來西亞 當然我們在閱讀東南亞國民歷史 或東南亞當前的問題 我們都會注意到說 馬來西亞印尼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多族群 甚至是多種族多語言的構成一個國家 印尼當然非常複雜 馬來西亞也是如此 就是華人和馬來人和所謂的原住民 和他們沒有印度人 可是這裡面又複雜的情況就是 所謂的馬來原住民 還有其他不是馬來人的馬來原住民 像這樣子複雜的情況 怎麼樣構成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一個community 我們所關心的當然就是說 這個community裡面 是不是能夠是一個平等的 共識的 一個公共的空間 所謂的common 或者是一個民主的空間 也就是說人民的聲音 不同角落的聲音可以傳達的 可是我們注意到說 所謂台灣的族群衝突 要跟馬來亞的馬來西亞族群衝突來說 真的是小屋見大屋 非常嚴重 那其實是包括了憲法的規定 或者說是目前的伊斯蘭化的問題 也包括了幾次 包括今天陳老師要談的 這個越來越明顯的伊斯蘭化 而且是進入到法律程序 那陳維隆老師 曾維隆老師要談的就是說 這個毛巢運動就是 當時如何有一個很嚴重的 內部的迫害排擠 然後後面這個文學怎麼反應這個問題 或者是社會運動有沒有反應這些問題 那所以從今天到禮拜五 我們都要去談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其實禮拜五下午 還安排了我們的學生 就是把他們正在進行的project 那個跟這個馬來西亞相關的一些議題 然後做這個工作的話 禮拜五上午是交大的一個團隊 要跟這個南曼大學的幾位老師一起談 我們正在進行的內部的project 以及這個南曼大學正在進行的project 當然我們也要談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有各種的合作的可能性 比如說老師的互訪 學生的交換 學生的那個遺地研究休課 甚至是裝學位的可能性 因為科家學運已經在進行了 那我們這邊有碩士班 國士班 一定也有學生有這個需求 所以也歡迎南曼大學的學生過來 這個是一個從此課到往後 是可以繼續進行的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夠邀請到 我還是介紹一下 陳中和陳教授呢 他其實過去在台灣待了18年 原本是在文化大學社科院的中三學術研究所的博士 後來他也擔任了不同學校的一些專監論的老師 目前是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中文系的系主任 也是中環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組的組長 那我剛才也聽到說 他也跟大陸有一些合作的計畫 包括可能待會他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 他手邊進行的四個project是怎樣的方向 那可是他目前這個 今天要談的問題是過去已經出版的一本書 就是馬來西亞伊斯蘭政治 武統和伊斯蘭黨之間的比較 那今天他要談的問題 大概就是裡面的核心的一些論點 那禮拜五大概也會談到這個部分 那曾維龍老師呢 曾維龍叫做他是廈門大學文藝學博士 過去並不是台灣畢業的 是廈門大學畢業的 馬來西亞大學文學碩士 那目前呢 就是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他有編過許雲朝來往書信 或者是黃詩帶調養 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 以及批判泰全錄 90年代馬來西亞華社評論寫作 和旋轉這個雙溪毛魯麻宮病院社區的故事 這也是一個相當有重要性的一個project 那我們這邊很高興能夠邀請到 社文所的朱元宏教授 因為他對於政教或者宗教衝突 或者對於國家暴力或者內部的一些問題 有長期的關注和授課 那應該會有相當精采的一些對話 我們也很高興能夠邀請到 客家學院人測系的莊阿壯教授 他長期是關注社會運動的 也有關注到民主化運動的 那由他來評論張慕榮教授的研究 當然我們這邊還有馬花文學的專家 就是林堅果老師 他也會加入討論 我們這邊有很多老師 想把其他的老師和同學 也對於社會運動或者民主化運動 或者是所謂的community社群 內部的問題是關注 包括老師包括學生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兩位老師對話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 交給陳中華老師 我們進行的方式就是 陳老師先Percent 然後朱老師評論 然後我們休息之後我們開放討論 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很多的問題 和討論是可以在第二個再訓練的進行 好 那謝謝 謝謝劉契暉教授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我不管怎麼陪過來 那麼我今天所要談的課題 就是馬來西亞義士蘭化的課題 那麼其實我這一次來交大 感謝林經惠教授的邀請 那麼我本身其實還算年輕 之前的後輩 所以非常感謝有那麼多的前輩 還有同學來聘請這個演講 如果待會內容有什麼批評指證之處 也歡迎大家布林的批評指證 當然這個研究這兩次的發表 分別都是我對兩個課題 一個是宗教的伊斯蘭課題 另外一個是對這個族群課題的關係 那麼這個伊斯蘭課題 是來自於我碩博士的研究 就是在伊斯蘭政治方面 我的指導教授是那個政大的阿姨 是你的以前的事主的陰藏官 然後後來又是在文化 是周陽山、陳宏妤 這幾位老師 就是兼顧伊斯蘭跟國家發展 心中在理論方面的一些學者 很雜很外 那麼當然我在2009年 就拿到國資學位 後來在文藻灣理大學當助理教授 不過是專案的 所以就沒有穩定的輸入 所以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台灣現在是冬天 這個學術界的冬天 那麼到了馬來西亞的時候 因為就是剛好有一個申請 一個邀請到拉曼大學就擔任這個中文系的老師 那首先稍微介紹一下我們拉曼大學中文系 其實跟台灣的中文系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樣 因為馬來西亞因為現役國情 對中文系的要求是多功能的 它不是文學的 它是文史則在講社會科學在宗教 有點像美國的漢學系那樣的要求 所以我以我這樣的中山學術研究所 不是社會科學的配置 連其他也可以當系統的 所以對台灣來講是 蠻能理解的什麼是中文系的系統 因為我對文學幾乎是不通的 我只看過金庸而已 那麼所以就是說文學方面 特別古典、現代我不太了解 因為我的關注就是華人研究或者是宗教研究 所以目前我的研究方向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研究 所以我們的拉曼大學中文系 其實我們課程的設計 主要就是文學、歷史、哲學跟中國文化 馬來西亞華人有關的 我們都會放進我們的課程 目前我們的中文系開辦是2020年本科、大學本科 那麼2006年我們有碩士班 那麼在2009年我們有博士班 所以我們是一個完整的大學 碩士到博士的一個培訓 目前我們博士班有27位學生 那麼主要有8位來自中國大陸 台灣就沒有 碩士班有差不多90位學生 大概有10位來自中國大陸 你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大陸人那麼喜歡來自拉曼大學中文 那麼本科生我們有400位就是大學部長 中國大陸也有3、4位也不少 所以我們的整個學科還算是學生來源 老師來源我們有22位老師 10位是文學專業 另外12位分別來自於社會科學、歷史、哲學、宗教、文化方面的專業 所以我們老師看起來很多 那事實上因為堅固的領域太多 所以有這個數量 以中文系的規模來講 以學生的規模跟老師的規模來講 我們是全馬來西亞最大的 目前馬來西亞大專業校只有4間學校有中文系 馬來亞大學、蘇丹伊德里斯大學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布特拉大學 三間活力的大學中文系 但是他們的師資比較沒那麼多 最大的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只有10位老師 學生本科加碩博士只有不到60位 我們是全部架起來差不多500位 所以我們是全馬來西亞最大 但是我們是一間司令大學 理由何在?奇怪 為什麼司令大學的中文系的規模 還比國立大學還要來得大? 主要是因為馬來西亞對國立大學的收生方面 在學科發展方面有一些既定的政策 比如說在國立大學收生、招生方面必須要符合 國家的族群的人口比例 不以學術為考量 而是以族群的出生為考量 我們的人口目前華人占全國人口23% 所以在國立大學的收生就以這樣一個人口為考量 百分之23的學生收回來 甚至這樣收買其他族群 按照族群比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國立大學的中文系這樣的一個科系 只收華人的科系發展特別受限 因為按照學校的整理政策 華人不能守太多 所以他們本科升到今年9月 這個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的訪問 這個好像有點說別人的不好 但是這是事實 這個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只收了14位本科生 新生大學新生 但是應收30位收14位 那不是說因為沒有人要讀 而是說學校的招生的分配的考量 就是說華人太多了 所以只收14位放在中文系 按照這個 因為華人很多要申請我們馬來西亞大學 它是我們就像台灣大學一樣 是全國最好的大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文系在那邊發展是比較受限 所以我們實力大學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所以實力大學要收多少就收多少 按照師生的比例 22位老師可以收300位本科生 我們每年就會有差不多100位的本科生 進來就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是特殊的一些國家的政策 造成我們的學科方面的發展 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那麼我們的蘭曼大軍也是愛移國家政策 所有的科系必須要用英文教授 除了中文系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我們大學法令的規定 我們大學所教授的語言只能是英文跟馬來語 這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除非特別豁免的科系 比如說中文系你可以用中文教授 什麼印度語言系可以用印度 印度文法文系用法文教授 其他所有的科系什麼歷史啊 其他所有科系都要英文或馬來語 二學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蘭曼大學中文系的使命就更重了 因為我們就是教授的科目不單是傳統的中文系科目 我們要兼顧我們華人研究中華文化相關的科目 我們要承擔起來 我們馬來西亞華人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三 目前呢接近七百萬 馬來西亞人口剛剛在去年突破三千萬 七百萬的數字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這個中文系的老師 其實我們的活動量非常大非常多 因為比如說中國方面然後台灣方面 很多大學啦團體啦 要來找我們的馬來西亞學術界的話 第一個就會找到我們中文系 因為我們可以用中文溝通 我們做了計畫可以用中文來完成 我們用中文來交流 所以我們的這種使命感單子蠻重的 因為我們這一個系跟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 還有少數的幾個系 兼顧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 中華文化研究 中華文化傳播的一個學術使命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是英文與相關的專業 所以就是說其他專業是不同專業 但是它必須要英文為媒介入 所以這一點就有所差別 所以我們的彈指是比較重 所以工作量也很大 所以今天我所發表的 其實也是在我當系足人之前 比較做了一些研究 當了系足人之後 我們不好意思 更是很難有新的成果 我相信大家也能夠理解 因為我們是實地大學 如果是系主任 大家應該信有其言 如果來自實地大學 好 那麼 因為我們要兼顧招生啊 行政啊 那麼現在我來談我以前的 博士的其中一個研究的範圍 當然 當然博士只是一個學術的開始 所以我之後也繼續的在 往這方面的進去 繼續的深入 當然另外一個我星期五要談的是族群關係 那個是目前我在關心的 那麼來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今天我要談馬來西亞 憲政體制下的這件事 當然我這個裡面的報告 跟我的文章可能有點不一樣 因為文章寫得太深入了 因為如果大家對馬來西亞了解不夠的話 可能會讀起來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 哎呀這個電腦怎麼控制了 抱歉啊 這個因為我們科技太落後了 這個電腦太深了 我們來西亞人比較難以示意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來 好 抱歉 好 前螢幕反正看得比較小 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這個 出來這樣不行的 對啦 這個可能它其實會在這邊 就往人家旁邊的 關掉旁邊那個就好了 關掉旁邊那個就好了 對 關掉這個 對 我用這個來啦 對 我用這個來啦 這個 這個 對不起 我剛才有點什麼啦 我剛才會 謝謝 謝謝老師 他一場或者是說放映 他有放映嗎 沒有 沒有 我這樣子就好 我可以 謝謝老師 對不起 有點冷場 沒有關係 繼續 那麼這個何謂宗教自由 我想我們關心宗教自由的人 我們有些沒有研究宗教的 可能比較不了解 所以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好 這個第一 對個人的宗教自由 對個人的意義是 國家不應該干涉個人的宗教信仰 直接啦 個人信仰者的法律跟地位 法律地位應該平等 第三 個人擁有其實踐 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這個是我混淆起來的 這三點 我們傳統的自由主義者 對宗教自由 對個人的定義 就這三點 那麼另外 宗教自由對團體的定義 就是 宗教結社的自由與平等 宗教活動的自由 但是呢 國家可以在下列的前景下 甘蔗宗教活動 比如說 國家若協助或取締宗教活動 必須具有世俗化的理由 就是我要取締某一個宗教活動 是因為它搞恐怖主義 所以這個是要有一些 非宗教的理由 你才能夠取締某個宗教團體 那麼當然 如果對於不當迫害的宗教團體 政府有權力保護之 對於危害公共安全的宗教活動 政府也有權力取締者 但是有一個迷思 有些人認為 現在對宗教自由來說 擁有國教 國家官方宗教 到底是不是算有破壞宗教自由 但是在英國的學界有一種解釋 就是說 因為英國是有官方宗教的 擁有國教的國家 也可以保障宗教自由 如果國教的法律地域 應該只有象徵性 而沒有重大實質的特權或政策的權力 那國家對於國教 就是國家宗教或者是官方宗教的補助 應該只維持在少量合理的數目和種類 比如說英國的國教會 Elegant Church 他們的補助這個教會 是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國王 這個繼位的時候 要這個官方宗教的團體 才加冕支持 這是要君權神授的一個傳統的演訓 所以在傳統有君主立宪的國家 他們有一個國家所支持的官方宗教 包括瑞典、荷蘭都有 像瑞典的國王他加冕的時候 瑞典的路德中的基督教會幫他加冕 所以這些國家你看起來是很自由 但是他們還有一個國家扶持的宗教團隊 丹麥、荷蘭這些有皇室的國家 都有國家宗教的 但是這個並不代表說這些國家破壞宗教自由 當然啦 如果我們這個是文章上沒有啦 這邊我要了解一下 我們伊斯蘭對宗教自由 有什麼重要的條款 什麼重要的說明 這個大家可以查 這古蘭經第二章第二百五十六節 對於宗教絕無強迫 因為正邪已經分移了 誰不信惡魔而信真主 誰卻已把握住堅實的 絕不斷折的法律 這個意思是說 不能強迫他人信仰伊斯蘭 信仰伊斯蘭是人自由的選擇的權 古蘭經第109章第六節 他這邊我不會崇拜你們所崇拜的 你們也不會崇拜我所崇拜的 你們有你們的報應 我有我的報應 抱歉我講得很快 因為內容太多了 不能干涉和介入非伊斯蘭的宗教坡 這個意思是這樣 第三點就是說 你的主意願 大地上所有的人都必定信道 難道你要強迫眾人多做信仰嗎 他的意思是說 讓不同的宗教在世界共存 就是真主阿拉的安排 所以不能強迫他人信仰伊斯蘭 所以這邊跟我們一般的理解的伊斯蘭 似乎有點出入 比如說伊斯蘭是很保守的 很強迫性的 很威權的宗教 但是你從古蘭經裡面來看 他其實他對宗教自由 對不能干涉個人信仰自由 他有很明確的規定 所以任何的那些什麼IS 那些保守的極致的伊斯蘭團體 所主張的一些行為做法 其實恰恰可能違反了伊斯蘭真正的教育 那麼因為這些古蘭經是什麼來源呢 古蘭經在烏斯林的眼中 是最權威的教條 他是屬於神的話 他不是人的話 是神的話 神給先知諾諾諾的啟示的演繹 所以他裡面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甚至按照理路上來說比聖經還要高 為什麼 因為聖經有哪一段經文是神的話 幾乎都是人的話 除了創世紀前幾段可能是神說的 或者是耶穌說的 有些聖經耶穌說的話 他會有那個紅色的字 那是神的話 那麼其他都是人寫的 但是古蘭經裡面很抱歉 從頭到尾都是神說的 所以不能改 所以在這邊神說過了 阿拉說過了 不能干涉非伊斯蘭宗教活動 不能強迫殺人士典 而且讓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這個世界有不同的宗教士典 也是阿拉的安排 所以這是矛盾 為什麼阿拉既然安排我們不信伊斯蘭 為什麼你還要傳播伊斯蘭 很簡單 因為他給我們人不同的考驗 給你降身為 出身就是穆斯林的話 他給你的考驗就是 讓你這一生維持作為穆斯林 如果你出身不是穆斯林 他給你的考驗更大 讓你接受伊斯蘭教導 讓你由心而發去擁抱伊斯蘭 去轉信信仰伊斯蘭真道 所以這個是我們每個人一出身 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 神已經安排好了 這是給我們人生各自的考驗 這是這樣的一個理論 我們繼續 那麼在這邊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說 真理是裡面的主降式 誰念信就讓他信 誰不念信就讓他信 所以信仰意思在依否 是個人的選擇 所以這個古蘭經這樣說 你可以了解到這個宗教 其實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個人的選擇 是相當的尊重跟荒野 但是後世的解釋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只是原點 那麼當然在這邊 我們來看如何看待政教關係 當然這個太過理論化了 我們比較複雜 所以我也不打算呈現 那麼在這邊 一般上我們講政教關係 什麼叫政教合一、政教分離呢 其實就是說嚴格上來講 政治是不可能跟宗教來分離的 在政治行為上 很多會涉入宗教的元素 就像台灣現在兩黨 很多時候很多政策 也涉及宗教的元素 那麼你是反對某個政策 也有宗教的團體在運作 最近那個同性戀的這個 婚姻合法化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那麼所以在這邊 你要觀察如何觀察政教合一 跟政教分離呢 在西方的英文就有這樣一個詞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教會跟國家的分離 這樣的觀察 所以這個觀察它意思是說 你所謂講政教分離 其實是說政治權利 跟宗教權利的分離 所以就是說我們講 這個政教分離 你不能夠完全讓所有的活動 跟宗教脫離 就很難 政治活動跟宗教活動完全脫離 也不容易做到 因為比如說一個宗教社群 它支持了一個政府 肯定那個政府的政策 它可能會反映這個宗教社群的需要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一般上的學界呢 根據好幾個學者 然後我們台灣最大的過程前老師 他的一種說法 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說那個政教合一的體制呢 我們用權力來看就比較明顯 用三個東西來檢驗 政教分離跟政教合一的這個程度 首先我們用權力機構來看 如果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為非宗教機構 它可能是政教分離 或者是所謂的政治領導宗教 如果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為宗教機構 它是宗教領導政治 當然肯定就是政教合一 如果法律上國家最高法律為世俗法律 它可能是政教分離或者是政治領導宗教 那麼國家最高法律為宗教法律呢 它就是政教合一 那麼是宗教領導政治 政治領袖如果國家最高權領導人 並非宗教領導人 它是以政治領導宗教或者是政教分離 或者政教分離不會代表政治領導宗教 不管全代表 但是它是這樣 這三個指標啊 你可以看出它的政教合一 跟政教分離的程度 那麼國家最高權領導人為宗教領導人呢 就是宗教領導政治 所以這個是三個很明顯 立即可以觀察得到 這個國家是否是宗教領導政治 或者是政教分離 這是可以觀察的點 所以我們用這三個點來看 馬來西亞的伊斯蘭體制 就很清楚看得到 馬來西亞是政教合一 還是政教分離 或者是伊斯蘭這個權力 在馬來西亞發揮到什麼樣作用 我們用三個點來觀察 特別是法律 所以我們在這邊 雖然民主國家奉行法律跟體制上政教分離 但宗教仍然可以在國家的統治範圍下 發揮以下關鍵角色 其一 在不更動國家的世俗化制度下 宗教的道德權威或教會 可以透過否定一個政權的正當性來推翻政權 如教會的號召 在推翻菲律賓馬克斯政權 扮演這個關鍵角色 第二是宗教可以被用來解釋政治社群的主宰權力解剖 使政權的正當性轉變為宗教的道德倫理 是以宗教式倫理最高的指導方針 而政治需要倫理來指導 因此在一個高度信仰宗教的社群 它所產生的政權 憲法或甚至道命令 都可能會利用宗教來提高它的正當性 那麼當然什麼是神權政權 那麼基本上可以觀察一點 你假如權力機構是屬於宗教機構 這個國家最高的權力機構是宗教機構 這個國家最高的法律是宗教的法律 這個國家最高的政治領袖 實權的政治領袖是宗教領袖 那麼你可以說在名義上 它就是一個神權政權 當然我們在政治學界已經有很多的定義了 就是它的字義上是上帝統治的意思 所以這指該國是宗教權威凌駕在政治權威之上 那麼神權政體除了表示神律高於人律 神權高於人權的體制之外 它也意味著政府職位是以個人在宗教階層 所佔的位置為標準來分配 宗教地位越高則其政治地位越高 神權政體以強調政教分離的連則 事實化國家是一個對比 好 那我再講下去就越來越理論化 不過現在大家了解一下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馬來西亞到底不可以朝向一個神權政體來發展 這個是有一個疑問的 那麼答案呢 依照現代的郭承堅老師 還有其他西方的學者所談到的就是說 現在我們要求的政教完全分離其實實際上操作很難做得到 所以我們應該叫政教制衡 答案這個政教制衡是一個理想 所以我也不多談 因為能夠達到政教制衡的理想的國家不容易 那麼我們來看馬來西亞的環境 馬來西亞2010年我們人口統計 目前的結果是這樣 其實我們這個國家每隔10年就會做一個人口的統計 從1890年殷殖民時代到今天從來沒有停過 每隔10年就會做一個全國人口取查 但是我在政大的社會所訪問的時候 社會所的老師說 台灣好像已經沒有再做人口補償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很遺憾 那麼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人口補償呢 馬來人占全國人口54.56% 其他原住民占全國人口12% 所以原住民呢 就是馬來人加其他原住民 占全國人口超過三分之二 華人是640萬左右 但是按照2015年最新的資料是660多萬 所以已經接近700萬 所以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很考慮到700萬 那麼印度人是接近200萬 人口比例是差不多的 當然我們華人的比例2015年的時候 我們是23.05% 所以這個24是2010年年的 所以我大概每隔大概3年4年 我們就會下降16% 華人 那麼這樣子是不是很恐怖呢 事實上我們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 華人佔全國人口38% 1957年我們建國38% 那麼華人呢現在是23% 從38變23%就是下降了15% 以後還會繼續下降 當然嚴重很多了 當然主要原因是華人很多黎兵到外 比如說台灣、澳洲 還有很多也是馬來西亞獨立的生育率太強大 他們一個家庭生六七個小孩 等閒四季 華人生兩個已經較過兩天 那麼當然我們宗教思想能夠比 伊斯蘭是60年 那麼這是2010年的 今天我大概估計是63% 就是說我們的穆斯林 其實還沒到人口3分之2 那麼這個佛教其他宗教 這邊有個比例 在早期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我們的宗教融合做得蠻好的 比如說你看我們有一個蘇丹開幕了一個 清聖寺回教堂 當地叫回教堂 那麼非回教徒贊助教堂見費大表讚揚 我們的一個當地的一個國王 極打蘇丹一個州的皇室 他主持這個回教堂開幕了 原來清聖寺也是很多非路士林大力的支柱建設 這是在1963年的我們當地的報紙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這報紙是1920年 由陳家庚這位華商所創立的 一直生存到今天 那麼在這個可以看得到1960年代 事實上我們的宗教融合還蠻好的 就是清聖寺會有華人來贊助 但是其實為什麼拿這個報章來做一個比例呢 一個說明呢 因為今天在馬來西亞 華人不可能之處回教堂的見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不會接受你 那麼以後你是非路士林 你捐助我回教堂 哇這個似乎不合規矩 現在這種宗教上的隔離呢 比我們日本一代來得嚴重 如果我們現場的老師們 三十年前有到過馬來西亞 我說三十年前或二十年前 在路上女孩子包頭巾的很少人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全部都漏頭巾沒問題 但是今天如果你到馬來西亞 路上如果你是馬來人包頭巾幾乎是百分之百 可能有一兩個沒有包頭巾 但是大部分馬來人他們一定包頭巾 因為我們九年代馬來西亞很多學校開始規定 你是馬來女孩子 你就穆斯林你要包頭巾 1998年我們內政部發了一道行政命令 凡是警察女警 女警通通要帶頭巾 就算你是非穆斯林你當女警 你也要帶頭巾 所以今天馬來西亞警察全部帶頭巾 那九八年以前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 在九年代我們的圖書館開始有一個行政命令很一樣 男人坐一邊女人坐一邊 只要公共圖書館 那個男人坐位是在這一邊 女人坐位那一邊放一個牌子 這個位置只准男人坐 這個位置只准女人坐 所以這種隔離的那種條文 就是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相互隔離的種種法令 在九年代之後越來越多 甚至我們在大學 如果你訪問馬來西亞大學 我們校門口就會有一個海報 就是說我們英文叫dress code 穿著規定 女孩子必須要穿著那個裙 或者是要過膝蓋的那個裙子 或者是什麼 你穿短褲對不起你不能進大學 那麼甚至國立大學也有規定了 男女不能共乘一台機車 共乘一台車還可以 機車不行 你在南南這裡抱歉不行 所以就是說整個社會的 那個伊斯蘭化的規定 越來越多 這是種種的法令 甚至我們最近也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的非穆斯林進政府部門辦公 比如說申請護照去政府部門 那麼穿短褲不能進 因為他已經上面有寫了 你的穿著必須要過膝蓋 你的女孩子的那個不能穿肉肩的衣服 否則你不能進政府部門 政府當地辦公 如果你當天硬是要進 那麼你可以借那個沙龍 那個圍裙圍住你的那個短褲 你才能繼續辦公 現在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幾個非穆斯林抗議啊 拍照上網啊 為什麼要逼我穿圍裙 結果這個事情不良樣子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個國家 已經逐漸的伊斯蘭化 它已經滲透到我們人民的熱場生活 甚至比如說你要去菜市場 買豬肉買不到 那麼你這個菜市場必須要另外有一個規定 一個場所封閉起來才能賣豬肉 而這個場所呢只要規定說 穆斯林不能進入 因為裡面是賣豬肉的地方 所以要分開了 在更早五六年代是沒有這個經濟的 反正你不吃豬肉你就不要來嘛 我就賣豬肉就好了 現在你賣豬肉你要封起來 不能給穆斯林看到 以免傷害他的感情感受 就是說可能我們馬來西亞 很多穆斯林的那個感受越來越脆弱 現在連豬肉都不能看 現在新設的那個基督教堂也是一樣 在九零年代之後 所有馬來西亞設立的基督教堂 基本上不能掛十字架 那麼舊的教堂可以 因為已經掛在那邊 你不能不把他摧毀的嘛 大陸的是出爾反等堂 掛來就是摧毀的 那麼馬來西亞是你舊的就掛了 那新的不能掛 所以在我們的很多那個基督教堂 蓋得像商店店鋪一樣 你看不到裡面是教堂 不要只像這個教堂 所以就是搞到就是我們的整個宗教的話 思維影響到人民的生活方方面面 而非穆斯林跟穆斯林的隔離更進一步發生了 當然這種案例是太多了 講也講不完 光講這個可以講一個小時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小時 OK 所以我繼續講 還有才講到三分之一 什麼是伊斯蘭國 那麼當然這個伊斯蘭國 我們先理解一下 這個是傳統的伊斯蘭學者所談的 一些伊斯蘭國的建議 我們直接很快看過去 揚善子惡 導人至善勸善皆惡 勸善皆惡這四個字很重要 因為先知共和國的強調整個伊斯蘭的行為 就是勸善皆惡 所以這四個字勸善皆惡 放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 第二條還是第三條我都忘了 路線這個字就是我們伊斯蘭共和國 我們的宗旨就是勸善皆惡 那麼因為美國趕快跟他建交啊 為什麼要這樣勸善皆惡 第二個是公正 第三是平等 第四是協商 所以伊斯蘭是反對獨裁體質的 因為他要求一切的大事必須要協商 不能夠獨斷的行 弗洛 這個伊斯蘭很重要的理念 弗洛的意思就是說要照顧窮人 施捨給窮人 所以我們在穆斯林有五大功課 有一個功課是沙蓋 就是把你的所得至少百分之二點五 必須要捐助給窮人 所以伊斯蘭教委就是你的所得百分之二點五 最少必須要捐給窮人 所以每個國家都會這麼做 我們馬來西亞有一個單位 專門收集這個百分之二點五的收入 然後再把它分散給窮人 不過呢有時候會中保私囊 那麼再來和平 伊斯蘭這個字本來本來就是和平 當然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這樣子來檢驗它是不是伊斯蘭國 那就會很難檢驗 因為這些都很抽象 什麼叫洋善子惡 什麼叫和平 什麼叫保護窮人 這個沒有一個檢驗的標準 甚至在美國有一個穆斯林學者很反風的 用以上的這幾個標準來檢驗哪一個國家最接近伊斯蘭 他認為用這個來做一個指標 這個是2015年的一個研究報告 愛爾蘭最接近伊斯蘭國 瑞典第二接近 瑞士第三接近 統統跟伊斯蘭沒有關係 因為他以這幾個精神來做一個指標的經驗 所以這個學者被罵得要死 那麼當然在這邊 如果你用一個比較可以檢驗的觀察地方 來看它是不是伊斯蘭國 就是實施伊斯蘭法的程度 剛才講了就法律就進來了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觀點來實施呢 我們有一個學者 哎呀這個注釋 注得不好 很出名的叫 Ebosito 很喜歡喝卡布奇諾的 Ebosito 這個是意大利的一位出生的 美國很有名的伊斯蘭學者 現在70歲了 他專門研究伊斯蘭建制 那麼他把這個世界的伊斯蘭國家分成三種 一種是叫伊斯蘭國家 就是以伊斯蘭法的實施程度 來把全世界47個 47個 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分成三種等級 一個是伊斯蘭國家 就是以伊斯蘭教育為國內立法的最主要依據 廣泛實施伊斯蘭法 就是它的法律 最主要的是伊斯蘭法 宗教的法律 這個沙迪阿拉伯拉 蘇丹的伊朗都是 再來是穆斯林國家或準伊斯蘭國家 它的意思是說 以西方為政治立法 而社會發展模式作為一個國家 這是意識一態的最主要法律 但亦接受了部分的伊斯蘭立法內容 如宣布伊斯蘭為國家宗教 伊斯蘭法只是作為其中一種法律依據 他不是說完全沒有伊斯蘭法 他還是有的 但是他是作為一個民法 就是一個規範個人行為的一些法律依據 民俗法之類的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可能 某一個原住民家庭糾紛 那就用原住民的一些法律 來解決他的糾紛 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馬來西亞也有伊斯蘭法庭 但是伊斯蘭法庭並不是 並沒有到達公法刑法的部分 他有到一般人規範個人家庭生活 個人事務的民法 比如說目前在馬來西亞 伊斯蘭法庭所規範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英文叫Personal Law 個人的法律 屬人法律 這些內容高過 如果你穆斯林喝酒 要罰款 罰款五百塊法幣 差不多四千塊才PT 然後最高坐牢兩個月喝酒了 你可以娶四個老婆 婚姻法律上 你本身允許你娶四個老婆 當然娶四個老婆有步驟了 要娶第二個老婆 你要大老婆簽名同意 再繳能夠養活兩個老婆的財產證明 才能娶第二個 那麼娶第三個 娶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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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穆斯林很多 根本娶不到四個 因為他們沒錢 大老婆也不會同意 當然啦 有錢的五六個都有 這個是秘密的 合法是四個 那麼那個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伊斯蘭法庭 規範這些東西 那麼一般上 所謂的公法 那些使用法 什麼部分呢 像沙特阿拉伯 他的伊斯蘭法庭 是管理所有的法律 包括什麼 包括一般的刑法 強暴罪 性侵害罪 殺人罪 這些東西 通姦罪 這些性侵害罪 在沙特阿拉伯是死刑 通姦死刑 蠻嚴苛的 他們的死刑執行方式 可能大家都無法想像 是砍頭 斬首示眾 我們古代的話 斬首示眾 目前在沙特阿拉伯 伊朗 還在實行 好 那麼當然 合為伊斯蘭法 我們就不會不說了 因為說下去 沒時間講到馬來西亞 那麼 那麼 現在如果看到這個世界 這些伊斯蘭國家那個版頭 那麼就變成說 我們很清楚 這個實施藍色 是世俗化國家 就是完全政教分離的 就是完全沒有伊斯蘭法律的存在 這包括中亞的這幾個國家 土耳其、非洲幾個國家 完全沒有任何伊斯蘭法律的存在 那麼 深律社呢 就是完全實施伊斯蘭法的國家 就是伊斯蘭國家 潛力社呢 是實施部分伊斯蘭法 或伊斯蘭加密法的國家 所以這權力的 包括馬來西亞、孟加拉、索馬利亞這些 約旦、利比亞這些 他只是實施部分的伊斯蘭法律 就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只規範穆斯林個人事務跟家庭事務 你公共的事務啦 什麼偷竊、殺人、放人 這些一般的法庭 也就是說他的法庭分成兩種 一種是伊斯蘭法庭 一種是一般的 Civil Corps 我們在馬來西亞 反映成民事法庭 然後在台灣這種反映可能不太對 不過沒關係我就這樣以後 一般伊斯蘭法庭就是民事法庭 另外一個深律社呢 就是所有法庭都只有一種 就是伊斯蘭法庭 那麼 陳社呢 就是國內只有個別實施伊斯蘭法 陳社是什麼地方 什麼意思 這個橘色啊 有一點特殊的 因為國家太大 有些國家省份 有伊斯蘭法庭 有些省份沒有 像印尼的話 只有雅齊省有伊斯蘭法庭 其他省都沒有 雅齊省是北斯文達納的一個地方 那麼蘇丹也是一樣 北部的省份沒有 南部 北部的省份有 南部省份沒有 後來南部沒有伊斯蘭法庭的 蘇丹的地區獨立出基了 建立一個新國家叫南蘇丹 大家可能知道 那麼其他 所以這個橘色是特殊 像那個奈吉利亞 尼勒利亞 奈吉利亞 這國家也是橘色 他是北部於伊斯蘭法庭 談入裡面 所以這個 如果按照尼勒利亞的分類 事實上 大力而言 我們全世界的穆斯林國家 分之三種 一種是四十化國家 一種是伊斯蘭國家 一種是兩者之間的 穆斯林國家 OK 從這邊來看 馬來西亞到底是什麼國家 那麼在獨立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立伊斯蘭為官方宗教了 我們已經有伊斯蘭法庭了 所以其實我們是兩者之間 我們既不是完整的伊斯蘭國家 也不是一個完全政教分離的世俗化國家 我們是一個兩者兼有 又有伊斯蘭法庭 又有世俗化法律的穆斯林國家 按照艾波西多的說法 穆斯林國家 或者是準伊斯蘭國家 那麼今天馬來西亞的爭論就是 馬來西亞要往何處去 如果是左派或自由主義的人認為說 馬來西亞應該要往脫離伊斯蘭的方向 點進 邁入一個世俗化國家 如果是保守的宗教力量 伊斯蘭力量 他們的想法是完全不同 馬來西亞現在還不夠伊斯蘭 應該是要往右方便 因為伊斯蘭保守要往綠色這一塊 完全政教而已 完全是宗教領導政治 完全是伊斯蘭法的方向翻譯 所以這兩大力量在馬來西亞 不斷的在互相爭執 但是看起來好像也不複雜 但是它又深入了族群的因素 又很複雜 所以馬來西亞的政黨惡鬥 主要是兩種意識形態 一種是伊斯蘭的意識形態 一種是比較世俗化的意識形態 但是這兩個惡鬥的意識形態 又有另外的意識形態來勝入 就是馬來拔權 馬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還有一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不一樣 所以是變成說 目前在馬來西亞居上風的 戰上風的 是馬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麼這些馬來種族主義的政黨 他們控制了馬來西亞的政權 那麼他們現在有一種想法 就是說 我們這個政權不牢固 我們光講種族主義 還不能夠贏得更多的選票 現在我們要開始講伊斯蘭的 所以從80年代 我們的統治者有一種思維 我們當權者 就是說不光是談種族主義 我們還要談伊斯蘭主義 因為種族跟宗教 是維護威權體制最有利的武器 所以我們國家是威權國家 所以他們講究這個 絕對服從的意識形態 就是用宗教跟種族來包裝 所以我們國家慢慢的樂見了伊斯蘭化 但是我們當權者 他們也知道伊斯蘭化的進行 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社會的安定 因為會侵蝕到非穆斯林的利益 更何況我們馬來西亞的穆斯林 不到三分之二 所以他的主義還蠻大的 因為非穆斯林基本上 絕大部分都不贊成不同意 這樣的一個伊斯蘭化的進行 穆斯林本身也有自由派 這些自由派呢 在執政黨裡面也有 他們也有反對的力量 所以這次還在拉扯 那麼馬來西亞的反對陣營呢 又不全然是自由派 不全然是世俗化 因為馬來西亞反對陣營呢 基本上又分成兩大力量 一個是自由主義的 社會主義的反對陣營 另外一種反對陣營呢 是更極端保守更激進的伊斯蘭陣營 我們叫伊斯蘭黨 馬來西亞伊斯蘭黨 這個政黨呢 他們目標就是很簡單的 就要把馬來西亞塑造成一個 中東阿拉伯的國家、社會 整個文化、政治、制度、法律 全部回歸古蘭經時代的教教 比如說古蘭經寫 喝酒 如果喝了一點酒要編實實下來 這古蘭經講的 喝得很嚴重、喝得醉了 要編100% 那麼這個法律是不是有點殘酷了 但是很抱歉 今天的伊朗、沙特、阿拉伯都在實行 所以呢 因為古蘭經說了 你不能改 那麼我們目前的伊斯蘭黨 這個法律黨 就要推這個東西 現在喝酒才坐牢兩個月 太輕了 現在一定要給他編40個100 因為這個是古蘭經說的 所以馬來西亞正在立法要推這個東西 我們的法律黨一直在反對 我們執政黨裡面也有一些人反對 所以這個還在爭論這個事情 但是國會會不會打架?不會啦 我們馬來西亞國會是不會打架的 只會吵而已 因為我們威權國家 因為我們國會議員 法律黨我們的權力不如台灣 因為法律黨 因為我們議長 我們國會議長 有權力驅逐這個國會議員 就是說你這邊再叫 你再吵 趕出去 那個國會議的罰警 就會把他趕出去 然後罰你兩個星期不能進入國會 所以我們法律黨議員在國會都很溫和 不能有異舉的舉動 甚至在眼影上 也要尊敬我們的議長 要不然你趕出國會 你連國會都沒得進 因為為什麼會挑戰那麼威權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1957年到今天 沒有犯過政府 所以你也知道 當一個執政黨執政那麼多年 1957年60多年 沒有犯過政府 他有什麼期限? 他就是一個威權 形成一個 澄澄包裝的威權 那馬來西亞作為國家重要的意義 當然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可以講到幾點 這個 講下去會很久 在三點鐘 我們講到三點二十五個人 還是三點二十五個人 抱歉 因為我剛開始講到馬來西亞 抱歉 這個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又很特別 它是一個後殖民國家 1874年英國人開始全面佔領馬來西亞 到1957年很久了 才把政權交給我們本地的人民 所以整個整整差不多七十年八十年 英國人對馬來西亞影響太大了 日本才占領台灣才五十年 就很多人懷念日本了 那我們馬來西亞人當然不會懷念英國人 因為我們有鼓氣 好 再來說 我們不管怎麼樣 但英國人對我們馬來西亞影響是蠻大 在制度方面是很大 那麼英國人他們這個佔領馬來西亞之後呢 他發現這個馬來西亞社會是一個多元族群社會 所以他開始發明了一些族群分化的一些統治方式 叫分而自知的 Divide and rule 那麼就是說 故意的把華人社區跟馬來西亞社區分開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大家不接觸也就不會有出途了 然後也把那個民法的那些法庭分成兩種 一種是一般的法庭管理非穆斯林的 一種管理穆斯林的法庭 設立這樣的法庭 讓穆斯林可以繼續保有他的生活方式 最重要是讓他們可以取四個老婆 因為按照英國的民法怎麼可以一夫二妻呢 但是在英國總是馬來西亞 沒辦法你考慮到民情 只好設立一個伊斯蘭法庭 讓你這個夫妻可以一夫四妻 當然有整種的程序就好像有所說的 當然離婚就麻煩了 我三老婆離婚了 那麼還要打官司 那就回到你伊斯蘭法庭去打你的離婚官司 分家產嘛 因為在伊斯蘭規定 不同的妻子有不同的財產 不是那麼簡單 大老婆只能分到這樣的財產 二老婆是這樣 三老婆是這樣 所以蠻複雜的 所以這個家庭東西呢 這些都變成伊斯蘭法庭在管 像這樣的政策一直延續到獨立的時候 那麼在獨立的時候就來了 我們國家要獨立 那麼因為馬來西亞的憲法呢 是一個很特殊的設計 它並不是馬來西亞人寫的 很奇怪 為什麼呢 第一可以歸類為馬來西亞當時的憲法學者 沒有那麼多 第二呢 因為馬來西亞的獨立呢 是各族群組成它各自代表各族群的政黨 聯合執政 聯合爭取獨立 也就是說我們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 最初是由三黨聯合執政 英國把政權交給三個政黨 聯合組成的政府 這三個政黨 是第一個代表馬來西亞的巫統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NNO 完全是純馬來西亞嚴重的政黨 第二個是MCA 馬來西亞華人工會 也就是我們今天拉曼大學的老闆 那麼 華人純華人政黨 另外一個是Malayan Indian Congress 印度人佛大黨 純印度人政黨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那時候馬來西亞人口比例呢 華人百分之三十八 馬來西亞人百分之四十 印度人接近百分之十 不折不扣 沒有任何族群是佔過半數的 所以英國人他要把政權交給什麼人 也苦法 所以他一定要三個族群 組成各自的政黨 代表各族群的利益協商好 然後呢再把政權交給你 這個國家才不會亂 英國人當然不希望把他的政權 交給一個紛紛離析的政府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憲法就寫不出來 所以英國的國會的委任的五位 所謂的專家法律學者 來訂馬來西亞的憲法 就這幾位 一個是社群立來自英國的 一個洛瑞來自蘇格蘭的大法官 一個是Williams來自澳洲的大法官 一個來自印度的大法官 一個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大法官 這五個人來寫我們馬來西亞的憲法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們的憲法架構 基本上屬於英國式的 英式當然英國是不成本憲法的 但是在大英國協裡面的成員 各自派出他們的大法官 受英國法律信念的大法官 來寫我們馬來西亞憲法 所以馬來西亞一開始的時候 並不是政教合一 這是很清楚的 並不是伊斯蘭國家也很清楚 所以我們這個憲法草案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時候的爆炸 1957年2月憲法的第一份草案出來的時候 自憲團報告書發表未規定回教為國家 根本也沒有規定伊斯蘭為我們國家宗教 我們馬來西亞今天的憲法第三條 很清楚地寫聯邦的宗教 我們馬來西亞這個聯邦 聯邦的宗教是伊斯蘭 the official religion of federation is Islam 也就是說第三條 那麼這個是剛開始的草案 並沒有這個東西 那麼為什麼會又後來又 在英國國會通過這個馬來西亞憲法的時候 又把它放進去呢 因為我們這三個聯邦的黨裡面 有個巫統馬來人族群主義的政黨 很堅持一定要把伊斯蘭放入國家的宗教 所以憲法一定要改 為什麼那麼堅持 為什麼當初沒有設立伊斯蘭為國家 因為按照這些法律學者的規定 他們的說法 哎呀當然啦 我們這個馬來西亞必須要是俗化國家 當然所以最好不要放伊斯蘭為國家 但是我們這個自憲團的五位成員 其中一位阿杜哈密 他說我們巴基斯坦有一三位國家阿 我們巴基斯坦有阿 不只巴基斯坦有 連你們英國都有 英國、河南、挪威、瑞典、西班牙 通通都有 憑什麼馬來西亞不要有 而且馬來西亞有國王阿 我們君主義憲阿 所以而且他 所以這五個人 他們就後來最終還是同意了 把憲法草案改掉 把伊斯蘭作為官方宗教放進去 但是呢必須要保證說 他並不影響馬來西亞是世俗國家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這樣一個誕書 那麼我們的巫統 這個馬來西亞政黨巫統 他本身的提出要求堅持 伊斯蘭作為馬來西亞官方宗教 也是有保證說 不會影響馬來西亞世俗國家 我們是因為伊斯蘭作為官方宗教 有一個理由 是因為馬來西亞人的宗教是伊斯蘭 那我們這個國家是屬於馬來西亞人的 那馬來西亞人現在全部都信仰伊斯蘭 所以馬來西亞人的信仰 應該要放入官方的寶藏 因為你官方宗教 表示說國家可以撥款給這個清真寺 因為馬來西亞人比較貧窮 那麼上清真寺是很重要的一個義務 你沒有這個撥款 你如何蓋清真寺 然後我們國家元首繼位的時候 必須要按《古蘭經》來宣誓 這個是憲法裡面 有規定國家元首繼位 要宣誓是要對阿拉宣誓 那既然對阿拉宣誓 那為什麼伊斯蘭不能夠放入官方宮下 合情合理阿拉宣誓 而且按照這個英國的方式也是同樣的道理阿 所以最後我們華人非穆斯林政黨也不反對 所以伊斯蘭就這樣進入馬來西亞的國家 官方宗教裡頭 但是這個憲法裡面還有另外一條 153條也很特殊 這個153條是原本自信團裡面 他們設立的是 保護馬來人的特權條款 就是給馬來人特殊優惠 這個盤掛政治、經濟、文化、宗教 全部都有 馬來人保留地 馬來人救學貸款 馬來人經濟的扶持 種種 但是呢 他有一個但書 這個153條的這個 對馬來人特殊優惠呢 只限10年 10年之後 再檢討這樣的優惠 為什麼一定要有這個優惠呢 因為馬來人那時候太貧窮 太貧窮 所以但是人口佔反正的事實 是國內的相對的多數 他們也認為這個國家是屬於他們的國家 他們認為華人跟英國人是外來移民 但是他們是很貧窮的一群 所以這些自信者也設了一個但書 是給馬來人很多的優惠 放入153條 但是10年之後 必須要重新再檢討 但是這句話呢 後來又被改掉了 因為我們的三大竹竹政黨 自己提出自己的排比區 要求把這段取消 10年後重新檢討的條文取消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的馬來種族政黨 烏統呢 有一股很大的反彈成情緒 因為這個馬來西亞這新的國家 將會讓華人 佔38%的華人 10%的印度人 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 對這個馬來種族政黨來說 我們是很寬宏大量的 讓你們成為我們國家的公民 你們應該感恩 所以你們應該要 讓這個條款永久存在 作為一個交換的條件 所以我們那時候族群衝突呢 可能是一出其法 因為馬來人反彈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華人的政黨 印度人政黨是要妥協 妥協什麼呢 承認伊斯蘭為馬來西亞的外方宗教 承認憲法153條 對馬來人的各種保障跟優惠 無限期 沒有那個10年後檢討的條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馬來西亞憲法呢 就變成什麼樣的東西呢 你們看看 這個我已經脫稿了 因為稿太長了 憲法呢 變成一個彰顯馬來人統治的一個憲法 憲法32條 馬來人統治者為國家最高元首 就是說憲法有規定喔 作為馬來西亞的國王啊 必須要是馬來人 憲法第三條 伊斯蘭為國家宗教 憲法第八條 馬來人為國瑜 當然還有153條 保障馬來人的特殊雕法 所以你可以說 馬來人傳統文化 傳統的認同的三大要素 馬來軍王 伊斯蘭教 馬來人 統統進入憲法 那麼在憲法161條 我們後面有 後面的一條文 有說 什麼是馬來人 馬來人是必須要說馬來語 奉行伊斯蘭教 信奉馬來西蘇 認同馬來軍王才能是馬來人 就是說 他憲法161條 你解釋什麼是馬來人喔 你要信伊斯蘭 你要說馬來語 奉行馬來西蘇 你才是馬來人 所以在馬來西亞 一個變成這樣的路線 導致一個很變態的現象 什麼現象呢 當你是一個馬來人 你是伊斯蘭 你信基督教 抱歉你不是馬來人 在憲法上你就不是馬來人 因為憲法的路線161條說 馬來人必須要是信仰伊斯蘭 必須要說馬來語 必須要奉行馬來西蘇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馬來西亞 對這個伊斯蘭很敏感 是因為馬來人不能夠脫離伊斯蘭 脫離伊斯蘭他就不是馬來人 這個後果很嚴重 為什麼呢 第一馬來人有種種的優惠 他得不到 他脫離伊斯蘭他不是馬來人 法律上他不是 他享受的種種優惠 他得不到 馬來人保留地啊 馬來人歹管啊 得不到 第二他會傷害馬來人民族的完整性 因為我們的這個種族政黨 胡統1957年 他的馬來民族主義呢 是認為馬來人必須要是信仰伊斯蘭 所以他要維持這樣一個版本 你脫離了這個信仰 你就不是馬來人 再有些人說 你不能從台東 你不是台華人 這樣的東西 很類似啊 那麼所以就變成說 馬來人不能夠脫離伊斯蘭 這麻煩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伊斯蘭法庭呢 就越來越嚴厲 他越來越嚴厲了 那個發展就是要鞏固馬來人的這個信仰 那麼我們這個種族主義政黨 他就把伊斯蘭引進來 作為他統治政當性的一個手段 所以他開始在發展伊斯蘭法庭 後來這個發展下去的話 發展什麼後果呢 在1980年代的時候呢 當然我這邊還在講 馬來西亞是不是一個伊斯蘭國 剛才我已經說了不是 當然還有很多理由 這邊太過學術太多了 太瑣碎我也不說了 我還是回過頭來講 這個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獨立宣言 根本沒有提到伊斯蘭 我們當時的地任首相東路拉曼 也說過我們的國家 是一個自由的原則跟公益的原則所創立的 跟伊斯蘭沒有關係 但是隨著那個時代的演進 1957年是這樣 到了70年代80年代 整個政治氣候不一樣了 70年代80年代 哇伊斯蘭的信仰保守力量開始抬頭 開始抬頭 然後我們的執政黨 光說種族主義 再說一下伊斯蘭 還不注意捍衛他的政權 所以開始引進伊斯蘭的力量 來為他政權做鞏固 因為我們的執政黨 他在五六年代 他基本上是維持三黨聯合執政的一個態勢 他領導之下 領導其他的 馬華工會 印度國大黨兩個黨來聯合執政 但是到七年代 他逐漸發展成一個一黨獨大的怪獸 就是說我們國家在五六年代 還有一個聯合執政的樣子 但是到七年代開始呢 我們國家開始演變成一個一黨獨大的國家 其他所謂的聯合執政的黨 反而變成更班 就好像說我到大陸去 大陸中共一黨專政 哪裡有一黨專政 我們有什麼黨啊 我們有九三學社啊 還有什麼什麼其他民主黨派 哪什麼一黨專政 我們是民主的 OK 慢慢就變成這樣的局勢 其他的小黨啊 慢慢就變成這個政黨的忽悠 現在是我們馬來西亞 就在發展這樣的局勢 那麼他變成一黨獨大化 越來越威權 也表示越來越的貪污腐敗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維護他的政權合法性 就要把宗教納進來 所以當他鞏固了一黨獨大 鞏固了政權 南瓜的國家很多的資源 很多國家的部會首長 開始留他南瓜之後呢 他開始實行伊斯蘭化 那麼怎麼樣講南瓜所有部會首長呢 比如說以前在馬來西亞 很多重要的部會首長是華人單位們 比如說財政部長工商部長 這很重要的部長華人單位們 但是1970年來之後到今天 華人只能擔任交情部長 一些比較不宗教的部長 反正什麼內政部長 國防部長 全部馬來人擔任 所以其實更加的種族主義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引起我們國內的人一些人反彈 馬來人本身有些也不滿 所以馬來族群政黨的貪污腐敗也不滿 所以他開始要實行伊斯蘭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1980年代我們的馬底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的獨立學年 馬底這個強人開始上陣上台 他1981年到2003年擔任馬來西亞首相 81年到2003年長達22年 那麼他不單是把馬來西亞 說造成一個一黨獨大的國家 甚至是個人維權的國家 個人領導的維權國家 所以他有很大的權力 所以他可以充分運用他這個威權的力量 來改變這個國家 所以提高伊斯蘭在馬來西亞的地位 那麼這個提高是怎麼樣提高呢 我們現在繼續看 馬來西亞上台的第二十年 1981年到1990年 施施了許多突破性的伊斯蘭政策 大幅提升伊斯蘭法律地位 較為顯著了 有1983年設立國際伊斯蘭大學 伊斯蘭創解公司 伊斯蘭銀行 然後1984年提出了在國家行政 西納伊斯蘭價值的國良政策 然後又修改憲法121條 讓伊斯蘭法院有獨立的裁判權 怎麼叫伊斯蘭法院有獨立裁判權 因為伊斯蘭法院的法庭 審理一件琐碎的事情 那麼一些穆斯林的不服判決的話 他可以到一般的法庭上訴 一般法庭如果是上訴得知 就可以打破那個伊斯蘭法院的判決了 1985年就不行了 八八年憲法修改了 伊斯蘭法庭的判決 如果你不滿意 對不起你不能到一般法院上訴 你要還是回到同樣的伊斯蘭法院上訴 所以就變成伊斯蘭法院就制成一個 伊斯蘭法院的判決 一般法庭不能夠推判 所以這個變得很特 其高了伊斯蘭法院的地位入行中 然後1985年宣布 除了伊斯蘭節目之外 其他中央節目不得在電視跟廣播媒體播出 就是說現在馬來西亞廣播電視 不能夠播非伊斯蘭的宣教的節目 所以今天你打開台灣電視 後面的幾個頻道 哇什麼海陶法師 聖典法師 鎮典法師 什麼法師 哇一個頻道一法師 很抱歉 在馬來西亞只有伊斯蘭法師 OK好 那麼到1990年末代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執政伊斯蘭化 你在本人歷史上有一個鮮明印象之後 他這個伊斯蘭化很多 講不完太多了 當然還有一個我這邊沒有提到的 就是1981年他上台之後就開始實行 全國的小學都要 如果你是穆斯林 你要學古蘭基 要學伊斯蘭課程 就是說你是小學生你是穆斯林 讀小學你就要開始讀古蘭基 強制規定 81年之前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馬來同胞 50歲以上很多不會看古蘭基的 有沒有受英文教育嘛 學校都沒念 但是81年之後 把這個納入小學的課綱 中學的課綱 讓馬來人變成伊斯蘭的順明 為什麼呢 因為從小要讀古蘭基 從小要被灌輸要服從伊斯蘭教的 那麼服從伊斯蘭教導 那麼這個政府是代表伊斯蘭的 所以你服從伊斯蘭教導 你要服從這個政府 這樣的東西灌輸進去了 所以這種課綱的改變 造成一個認同伊斯蘭的世代 非常可怕 所以變成說 今天馬來西亞實行伊斯蘭化 很多自由派的穆斯林 反對無力 因為他給你一個大帽子 你反對這個伊斯蘭化 你就不愛伊斯蘭 你不愛我們馬來人 不愛伊斯蘭 你叛徒伊斯蘭漫國 哇這樣的一個宗教報紙 非常可怕 而且很多年輕人也支持 一些伊斯蘭法的那種推行 一般是這種小孩子 讀古蘭經不大的 所以這個變成 教育上的伊斯蘭化 是對整個馬來西亞塑造伊斯蘭社會 起了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所以很多小孩子 小學小孩子 早期81年之間 念小學的馬來卡小孩 不包頭巾沒問題的 現在的小孩子 我的馬來朋友的小孩 讀小學 如果他不包頭巾 小孩子而已 不包頭巾 學校會說 你這個不尊重我們的信仰 請你回去 所以變成說 你沒辦法 你這個群眾壓力 你家庭也不希望 孩子這麼小 六歲還包什麼頭巾 小孩子沒童年 都包頭巾 但是沒辦法 老師要求你要這樣做 要不然你不要 你不要來學校 要不然你就不要上古蘭經 你不配練我們的古蘭經 所以怎麼辦 所以就變成說 現在的孩子 從小就包頭巾 習慣 在馬來西亞 這個史無前例 在我年輕的時候 80年代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很多小孩子是不包頭巾的 只有成年人才包頭巾 而且是少部分的 現在是從小到大 只要你是穆斯林都包了 整個馬來西亞人的 社會的生活型態 從這個包頭巾這件事情 看到改變很大 30年來改變很大 所以宗教的威權力量 太厲害了 OK當然 在這邊我們也不脫談 所以伊斯蘭法 這個法庭的組織擴大 第一個是提升伊斯蘭法院的定位 第二是伊斯蘭法組織的擴大 第三是這個伊斯蘭法規範的事項擴大 你覺得伊斯蘭法庭規範的事項很小的範圍 那越來越大 是把那個判決額度變高了 馬來西亞獨立到1988年這段期間 1957到1988段期間 伊斯蘭法庭最高的判決是多少 再跟大家講 最高判處一年有期同期 抱歉 最高判處是六個月有期同期 罰款一千萬元 就是說你喝酒了 喝得爛醉了 鬧事了 OK 就六個月有期同期 一千元元元 或者是你患重分罪 什麼叫重分罪 如果娶了四個老婆 再娶第五個老婆 啊 重分罪 不是請兩個 是請五個才叫重分罪 那麼你就坐牢六個月 通姦 最高坐牢六個月 這也是伊斯蘭法庭 但是1988年這邊沒寫 1988年的時候 罰提升到什麼程度呢 最高從一年有期同期 變成三年有期同期 一千塊罰款變成五千塊罰款 再加六下編行 就是三五六條款 1988年 三五六條款 因為今天馬來亞國會 正在吵的是什麼事情 要把這個三五六提高更高 從三年有期同期 變成三十年 五千塊罰款變成三十萬罰款 六下編行變成一百下 更可怕 那麼1988年這個提高了 從半年的有期同期 變成一年有期同期 發生什麼事情呢 從半年有期同期 變成三年有期同期 發生什麼事情 比如說通姦罪 現在在馬來西亞 穆斯林通姦罪 最高是要判三年 男辦女裝 男子辦女人 最高判兩年 同性戀最高判三年 穆斯林的一三百元 以前都沒有了 以前是最高是判六個月 1957年獨立到1988年 這段期間都是只判六個月 最高 那也蠻重的啦 同性戀判六個月 今天1988年之後變成三年 所以同性戀就判到三年 因為在傳統的伊斯蘭心法觀念來說 只要是婚外性行為 婚姻以外的性行為 或者男女以外的性行為 都叫通姦 所以他對通姦的理解 跟我們理解不一樣啦 所以這個通姦就是 就等於說同性戀 同性戀也是 所以沙特阿拉伯在伊朗 如果你們了解的話 同性戀是死刑啦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1979年創立到今天 處死了至少一千位同性戀 每年好幾十個人處死 那麼馬來西亞呢 正在朝這個方向演進 所以當然我們這個 伊斯蘭法庭 後來最高六個月 有期徒刑變成三年了 同性戀罪就變成判三年了 在馬來西亞 蠻重的啦 不過現在呢 正在修法 要打算把它變成三十年 伊斯蘭法院的那個 最高的判決額都變成三十年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們台灣的同性戀團體 關心一下我們馬來西亞人好不好 台灣已經很進步了 已經很保障同性戀了 但是呢 在馬來西亞 不問不問啦 不過也當啦 你不必要管別的國家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你也要了解到 其實同性戀的破壞 在其他國家非常的嚴重 所以台灣你走得太前面 反而我覺得變成一個脫離現實 我們要一步一步來 有時候要一步一步來 區區現金的 台灣已經是全亞洲 對同性戀最友善的國家 哪有什麼國家 會用公款來辦同性戀活動啊 在馬來西亞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任何人政治人物 一講支持同性戀 對不起你一定下台 甚至你被抓起來 因為同性戀要判三年了 在馬來西亞 當然這是對穆斯林啦 對非穆斯林沒有 所以非穆斯林同性戀也沒事 但是這也不對啊 因為當這個國家 重罰穆斯林同性戀的時候 對非穆斯林同性戀 他也會禁止 也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邊 這個你可以知道 我們國家是往這個方向 現在國會之內討論 要把伊斯蘭法尼的三年變成三十年了 當然我寫了很多文章 我在馬來西亞的報章 不斷寫文章在反對這個事情 我不是說要支持同性戀 而是我反對壓迫同性戀 好當然我們繼續 這個越講越遠了 所以這個伊斯蘭法庭 因為他法律的細緻化 他判決增加 所以他的法律呢 本來只是一個簡單 穆斯林行政法條例 變成很多刑事條例 行政條例 證據法 很多變成伊斯蘭法庭 往一個全面的管轄 所有穆斯林所有事務的法庭邁進了 只是現在他的關卡是在於 他最高判決現在還是三五六 三年監禁五千元法管六下編證 但是他這個判決影響了伊斯蘭法院的權力 他審判的額度不能太高 但是未來我們國會現在正在討論的 可能會變得更高 當然我們後來很多司法判決 也不斷的提升了伊斯蘭法院的地位 因為這個法律的那個眼鏡 除了那個具體的條文跟他的判例也是有關的 這些判例我不再講了 很抱歉 因為時間不夠了 有一些很重要的判例很精彩的 但是沒辦法講 有機會我再補充 那麼所以呢 總的來說 馬來西亞為什麼會變成一個逐漸走路 這個解讀不在 為什麼逐漸走路一個 邁向伊斯蘭化的國家體制而演進呢 歸根究底 就我個人的觀察 是馬來西亞因為它是一個種族主義的政黨 實行維權統治 而這個維權統治發展到後來呢 它必須要用另外一種意識形態 來包裝它的威權 使到人民順從跟服從 那麼人民最容易順從的是什麼東西 最容易不分黑白盲目的順從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宗教信仰 當然再加種族主義 那麼馬來西亞呢 我們執政黨是一種族主義掛帥的 但是發現種族主義 還不注意讓馬來人順從 所以必須要伊斯蘭用神權的力量 來鞏固人民對它的順從 因為在馬來西亞呢 馬來人現在原住民佔67% 我們馬來西亞透過這個選區不公的劃分 讓馬來人可以兩萬人選一個立委代表 我會代表 非馬來人在城市八萬人選一個 所以這樣的選區劃分是有效鞏固它的政權 但是呢現在馬來人很多不滿意啊 很多馬來人暗潮洶湧 反彈這個執政黨啊 因為從獨立到今天 從來都沒有換過政府啊 貪污腐敗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嚴重 所以這個政權要想盡任何辦法來鞏固它 那麼恰好馬來人都信伊斯蘭 所以必須要納入這個伊斯蘭的價值 鞏固穆斯林對它的信徵 這個我們在沙特阿拉伯就看得很清楚 沙特阿拉伯也是一個封建的非民主的國家 對你權同性的壓迫非常的嚴重 但是人民為什麼不能推翻沙特阿拉伯 因為他們完全實施伊斯蘭統治 你推翻這個皇室就是反伊斯蘭 因為我是賣家伊斯蘭聖政的守護者 我有天命的 你推翻我你是不是反伊斯蘭 哇這個報紙太大了 所以沒辦法 所以馬來西亞我們執政黨想要朝這個例子 但是還好我們有很多反伊斯蘭 也有我們執政黨裡面比較迷你的議員 可能不會支持 這個法案可能會延續到明年繼續討論 好吧 那麼我的結論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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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示範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通常比较简单的代步 所以我大概可能会放在这些议题里面来呈现这篇文章 它的相干性 这篇文章其实事实上是首先牵涉到一个过程 就是说马来西亚的意识文化 非常仔细地讨论到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动机原因 那这个过程大概是从马来主政大概1981年到2013年 这个过程 那我现在想要把它放在一个其实可以比较大的脉络里面 那也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大概都知道20世纪的前半是在欧洲的Nation State之间的战争 那么后半大概是所谓的冷战的局局 那么所以说一直到大概20世纪的最后 大概最后20年左右 宗教的因素其实是被看不大 而且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一个假定就是 就是那个文明体其实大概可以等同于某些世俗化的取向 或者是世俗民族国家的取向 宗教的那个不明显 结果是20世纪最后20年 见证到了一个就是说 那个宗教的宗教国族主义 或者是伊斯兰政治等等的崛起 当然这个东西正好差不多在时间上 相应于冷战科学的减弱 以及冷战科学的结束 大概在1990年那个结束 这个转变非常明显 那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跟以往的假定 就是说这个发展是朝向世俗 国家社会性的这个发展 实际上是一个很令人surprise 就是说的一个转向 那这个令人surprise的转向 尤根哈勒玛斯曾经把它建议成 用了一个词叫做post-secular 叫做后世俗 就是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宗教 反而是在21世纪那么的崛起和险刻的 所以其实马来西亚今天我们碰到的这个状况 我会想到就是说有许多可以比较的脉络 首先比方说我想到土耳其 那土耳其其实 土耳其我简单地讲 它的议题是就是一个崛起的伊斯兰政治 对于一个原来非常明确的世俗国家 那个体制上建构坎默尔 那个坎默尔作为他的国父 在1920年代的时候创立土耳其的时候 他很明确的认为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国家 而且他想要这个土耳其 现代化未来的那个样子 会接近欧洲国家的样子 可是在土耳其我们看到了 那个伊斯兰政治的崛起 特别是在这个1996年 尔巴凯的执政 到2020年 就是执政 然后以及现在继承他的AKP 第二次的执政 那么另外一个可以比较的是 是印度 那印度其实他经历了 他不是伊斯兰 但是他经历了一个叫做宗教国主主义 特别是宗教国主主义里面的多数 多数对于少数的 包括了迫害他的逻辑 也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就是BJP 现在是伊斯兰斯执政 那个Modi的这个BJP 这里面有许多的那个样子 其实事实上是 这个非常接近 那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马来西亚比较接近的也是一个后殖民的宪法 后殖民的宪法 但是在这个后殖民宪法照理说也是世俗国家 但是有许多的争议 然后在晚进在争议里面非常具有主导性的也是对于宗教少数 那个对于宗教少数的这些包括人群的问题 那所以说我觉得像这些脉落都可以让我比较了解 就是马来西亚也是在整个这个脉落里面的一支 那让我稍微提一下一个比较遥远的例子 但是可能这个仍然有点相关的就是中国 那中国在袁世凯时期其实在朝判帝制的时候 曾经包括像康有为还有这个陈焕章等等 提出这个孔教立孔教为国教的这样的一个提议 那这个提议后来成为大概当时新青年 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体力反对的那个对象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1910年代 那个中国其实虽然有类似的那个思维 要立这个某些的那个对宗教作为国教的这样的提议 但是这只为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对象 那么所以其实我在这些脉落的参照之下 我会关心那个就是我其实非常 我觉得很难得这个陈焕章和教授的这一篇的 他的细致他就是说对我来讲正好是需要的 因为我说马来西亚的片子 其实我接触到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 他是比较远的比较少 那么但是这一篇的细致性正好让我 就是说由刚才几个问题的参照 想要提出一些进一步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对马来西亚其实还是不太了解 比方说那个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的崛起 尔巴坎他的这个 这个倾向于伊斯兰的这个运动 以及现在尔罗杆他的AKP 那么这样一个这个运动 但是呢毕竟就是说他有一个相当强的 比方说在尔巴坎的那个时期 其实最高法院宪政法律不介入 其实那个介入就是说 禁止他的许多的作为将要把国家转成 某些就是说以宗教为基础的这个前向 那么然后军方也有介入 那所以这些介入的介入的潜力 就会成为现在AKP比较保守 他会考虑到这个曾经 曾经在上次那个这个执政的时候 那个司法 这个大法官的介入 还有这个军方的介入 那么同时 仍然AKP在走向伊斯兰 那个伊斯兰化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也遭遇到国内的那种 protest 那个抗议 而这抗议规模达到million 百万 百万他们的slogan是讲 Turkey is secular Turkey remains secular 的这种口号 所以说 相对于 当然我知道这个 就是说有点不太一样 比方说像他伊斯兰化的时候 像这个伊斯兰化的这两次执政的 这个期间 他们争取的反而是 是一个已经相当世俗化 基础比较强的那个状况之下 比方说大学生要带头巾进入到校园 或者是国会议员要带头巾进入到国会议员 反而造成一些 刚开始造成一些这个议题 所以说状况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 那个就是说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机制 或者是说有这种抗议这种 伊斯兰走向的世俗化的 就是说维护这个世俗化的 这个世俗化国家的这个力量 那这个是我这个 好一个问题 那么 那么当然 就是说在 印度的这个状况 我们知道印度的状况 其实这个在 Hinduva的崛起 就是说 虽然宗教不一样 是Hindu Hinduism 作为一个 National Culture 作为一个 这个就是说 非常强势的这个发展 在印度造成其实非常 非常多持续绵延的暴力 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少数 他们少数也就是14%的穆斯林 那所以说 这个过程里面 有许多的这个 就是说高刮的 我们知道 Modi现在的 现在的那个 Modi在 Gudjarra 作为那个首长的时候 曾经发生 这个冲突 而且死亡上2000人 那么 而且他的处理 其实上是 非常具有争议的 那么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 过程也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不晓得就是说 在 这个就是 伊斯兰作为一个 National Religion 或者是 Religious Nationalism 这个发展的状况 他跟这些少数的 这个华语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少数人物的之间 有没有类似像 这个 印度 或者是 就是说 在这个崛起 或者是 Hindu 这个崛起过程中 的那种 那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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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关于 那个 埃及 那 埃及的 这个状况 就是说 他非常类似 就是说 他的那个 宪法 1923年的那个宪法 其实事实上 跟马来西亚的宪法 一样是个后直的 后直的宪法 那么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 看到 形容和教授 他谈到 就是说 如何 那个 马哈迪的 这个发展 其实 逐渐逐渐 乖离了 原来的宪法 那么 到最后一段 他的那个结论是 那个教训是 他们如何偏离了先行 那个原来构想的 那个宪政的国家 可是 很有意思就是说 在埃及的 这个脉络里面 那个后直的宪法 他没有那么 他没有那么受到尊重 他是明白的 他里面的思维 是明白的 被质疑的 甚至于 比方说 他对于所谓的宗教 minority的界定 这个minority的 少数的这个界定 以及 他 类似像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 这个所执行的 在选举上面 的这个比例带本质 都被 critical的 被认为是 那个后直留下来的 某些 那个其实 不是那么属于 那个 那个 其实是该改 或者是 该受到的 是检讨 甚至于 这个阳情 当然 当然 这个东西也基于一些 现实的 那个 比方说 minority其实事实上是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固化 refin 就将固 看待 那些宗教掌 包括像 那个 Tobtaker Christian 然后呢 平权 巡动的 比例代表制呢 其实在某些选举的 那个状况之下 很容易变成 就是说 可以 其实是 像 莫巴拉克以前 曾经 那个 可以 就是说 可以大概 主导或影响 他的候选人 因此 出来的人 就变成一个 很自然的 那个 现在主政 整个 一个 像 比如张的支持者 我们当今 举个例子 像 陈明 作为 作为一个 任理人代表 然后 然后 他完全遵从 那个 这个 主政 无限的 这个东西 所遭受到 那个 被看待的 那个东西 其实非常类似 是被诟病 那么 所以 其实在埃及 我觉得 埃及他们后来的争议 还不见得是 宪法 那么 宪法 这因为 我们大概知道 就是说 在那个 Morsi 主政 Morsi Morsi 的多数 然后 Morsi 他的那个 Elected President Elected Morsi 主政的 期间 他是 透过了 通过公投 修宪 但是他们 争议的一个焦点 是 Electral Law 那个选举 选举法 但是我不晓得 这个 这一个焦点 在马来西亚 是不是 具有争议的意义 还是说 那个状况结实 所以 修宪法的争议 几乎 也不那么相关 那么 但是 埃及 它目前有一些 叫做少数宗教的 人权的 那种叫做组织 再发挥 再次发挥力量 那 马来西亚 我不晓得 是不是也有 类似的 这个组织 大概这个比较之后 最后大概提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 你这边提到说 有那个 有那个 关于减速 一些人民行为 或者是什么的 那个叫做宗教警察 那个宗教警察 这个宗教警察 我没有经验 马来西亚的宗教警察 但是 但是读过文献 知道 知道沙特地 阿拉伯的 穆塔威尼 那个宗教警察 是个蛮恐怖的东西 那么他 比方说 这边有一个 国际的派对 然后里面有 沐沙特 也有国际其他女士 但是一个宗教警察进来 大家的血液会很不顾 那因为他的 他可能会带来 非常多的麻烦等等 像这些 这些 这个状况 那我不晓得 那个 那个马来西亚的宗教警察 他 他跟那个 穆塔威尼 或者是 某种 哈比斯 这个 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关 那最后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里也提到 很多法案 几乎都在关联到 特别是 过拳以后 说 那个 就是说 那个伊斯兰法庭具有 就是说具有那个 屏蔽性 然后我看了一些判例 很多判例都 关设到 那个叫做 应该是叫做 这个 这个 apostacy 叛教 其实 其实 叛教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叫做 conversion out of Islam 就是说 我不再做 这个 伊斯兰的 教徒了 我要脱离 这个伊斯兰 或者我要 感性 感性基督教 或者等点像这 这一个 几乎看到 因为看到了 那个 Lena Joy的 这个例子 是 好像 几乎是 很绝望的 那如果交给 那个伊斯兰法庭 有点反铁无比心的话 但是这个问题 也是今天 国际上 相当普遍争议的 这个我们看到 好多的例子 在在许多的国家 都有这个 叫做 apostacy 这个判教 或者是 conversion out of Islam的 然后引起的 那个 那个 证明 所以 大概 大概我的这个 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其实是一些 进一步 请教的问题 谢谢 是 好 可以先回应 可以先回应 因为问题蛮大的 是 我们先回应 然后休息 之后 我们再请 郑道授来 开放的讨论 我们就等到 这个第二场的 回应结束之后 我们再开放 大家可以提问 很抱歉 我那个 题目太大 真的是 一下子 可能大家消化不完 所以 暂用了很多时间 很抱歉 那么刚才我们的 销售 给了一些 问题 也是蛮大的 所以我只认 这对一些 我了解的地方 我做出一些 回应 那么 一些我比较了解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我们少数族群 我们今天的穆斯林 占的差不多 百分之六十三左右 那么就是说 百分之三十七的人 不是信仰意识的人 或者是没有宗教的 那么我们今天 已经知道这个意识的话 趋势呢 所以我们在1990年左右 这个我们有点记错 可能也不是很确定 1990年左右 我们的至少在华人的 各个主要的信仰团体 道教总会 佛教总会 基督教总会 天主教总会 组成一个华人宗教联合会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后来在大陆的这个印度教 就是后来改名为 非伊斯兰宗教联合会 这个在1990年代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组织 因为这个伊斯兰化 压迫力太强大 导致非伊斯兰宗教 在马来西亚 统统联合起来 就是你这个印度教的总会 佛教总会全部联合起来 主要的啦 当然你什么一贯都没有 就是说那些主要的那些总会 联合起来 有组成一个 非伊斯兰宗教联合会 或者是我们中文翻译成 叫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 它的英文是蛮长的 那么因为它英文是 每个宗教都放进去 就是道教 佛教 印度教理事会 这个现在变成马来西亚 最强大的一个 捍卫非伊斯兰事务的宗教团 有过人权团 因为只要马来西亚任何的法令 影响到我们非穆斯林 那么他们就会发生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保守性 所谓强大事的话 他们的组织很大 但是他们也会顾虑到 我们当权者的感受 所以他们抗议的只是文告的 没有具体的那种流行 不会有这种东西 那么再来比较压力团体比较大的 是那个我们基督教的旁边 天主教跟基督教在马来西亚是很强大 马来西亚全国有百分之十的人口 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 跟台湾差不多 那么达到百分之十好像不是很多 动业起来是很厉害的 所以他们如果有游行的 他们比较会发动这个游行 比如说马来西亚最近有 Berset这个运动 这个就是说 要马来西亚公平选举这样的运动 发动的游行 每次都有十万人二十万的游行 它背后是有教会团体很大的力量在通过 当然它名义上不是说教会运动 只是说这个游行反对这个国家威权化的这种游行 教会团体有贡献的很大力量 那么天主教有一个他们的杂志叫天主教论坛 这份杂志在英文我忘记了 这个论坛他们从殖民权一直到今天都已经存在了 那么这个杂志每个星期发行 写全国三百万、两百万天主教是什么 没有到两百万 那么这个杂志里面 它的马来文版有把这个上帝翻译成阿拉伦 这个翻译是执名前一直到最近都没有改变过 也没有受过烧了 但是我们的马来伊斯兰团体 就到法庭控告 你侮辱我们伊斯兰 你这个天主教论坛这份杂志 为什么你把这个上帝说成阿拉伦 这是不对的 所以后来他请述这个杂志 后来因为这个请述呢 这个诉讼审讯免到很多年 到2012年才正式决定 这个天主教这个杂志呢 以后不得使用阿拉来说明是上帝 就是你在这个宗教的杂志里面 不能够再出现阿拉这个字 就是你要出现阿拉必须要说他是伊斯兰的上帝 不是你天主教的上帝 但是呢 这个杂志呢 在这个沙巴沙劳业东马来西亚那一块 可以使用阿拉说明你能上帝 变成一国两制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因为我们东马沙巴沙劳业的三百万原住民 很多是天主教徒 他们是用马来语来读圣经 我们圣经在那边是用马来语的 后来年代这个判决的延伸到马来语版的圣经 上面有写阿拉的 不能够在西马来西亚流通 只能在东马来西亚流通 因为东马原住民的 他们信仰接以天主教被拿读 这又是另外一个争议的判决 变成 为什么你这个圣经不能在我们这个地方流通 只能在你那边流通 为什么你这个阿拉指涉上帝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法律的判决我们执政党的领导人 国家领袖也发言了 说因为我们穆斯林认为阿拉是伊斯兰的神 基督教不能够被统 不能够把基督教的上帝归类阿拉 这个逻辑上是通的 因为他说他会造成混淆 马来人信仰上的混淆 会担心马来人会信基督教 会因为这样子会诱导到信基督教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宪法第三条有说 伊斯兰是国家宗教 然后下面还有3D一个条款说 各州政府可立法防范向穆斯林传教的活动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传教的人 不能够向穆斯林传教的 因为各州的法律都有规定 不得向穆斯林传教 那么现在如果你向穆斯林传教 你最高是坐牢三年不到 三年 就是伊斯兰法庭的规定 但伊斯兰法庭奇怪 就不能够管理我们非穆斯林了 所以一般的法庭也有这样规定 也有立法 向穆斯林传教最高是三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太多法庭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传教的任务 很小心不能够向穆斯林分享圣经 不能够向穆斯林说佛道理 什么都不行 因为如果一旦醉成 你可能会坐牢三年 不是太多法庭 所以但是呢 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杂志呢 他用马来西亚写 是像原本就是基督徒的 原著名沙巴少叶 非马来人原著名等多基督徒的 传教啊 所以这个又可以了 所以这个变成一国两制 这个也是一种荒谬的做法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今天反对这种伊斯兰霸权呢 基本上有几股力量 一股是华人的反对党 那种华人是比较没有信仰 华人所支持的反对党 另外一股呢 是基督教的力量 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力量 当然还有另外一股是印度人宗教的力量 他们现在有河流的趋势 反对这个伊斯兰霸权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少数的声音 刚才教授我提到 马来穆斯林本身有没有反对 有啊 也有 少数西化的 受西方教育 留学英国美国的 这些开明的马来学者 主要是 比较糟糕是他们是学者 他们没有动员的力量 他们是大学的教授 象牙塔里面的教授 像我这样 没有动员力量 所以我也不算教授 我也是李宏特老师 所以就是说他们力量不够大 那讲到动员还是宗教的动员力量太大了 所以他们声音一直都有 但是呢 没有办法影响乡村的 或者是基层的马来人 特别是宗教教育长大的马来人 影响力有限 但是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宗教警察 再回答这个 宗教警察是 我们的警察呢 一般的警察 内政部所管理的警察 那么宗教警察是因为我们每个州 有所谓的伊斯兰局 我们联邦政府有一个伊斯兰发展局 那么这个伊斯兰局在州的层级 伊斯兰局呢 下面有伊斯兰警察 这是道德警察 就是我们叫伊斯兰局官员 我们马来人就叫伊斯兰局官员 伊斯兰局执法官员 他们这个执法官员是干什么呢 就去捉啊有没有马来人喝酒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穆斯林每年要栽叶一个月啊 栽叶一个月啊 不能吃东西啊 太阳出来不能吃东西 他就会去抓 对 就是说你看到栽叶院 看到一个马来人大白天 在吃肯德基就会抓起来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一些伊斯兰 伊斯兰党有一个保守的党 执政有一个州叫吉兰丹州 一个州 这是一个很保守的管理长所执政的地方这里 他们呢就这么搞 栽叶院整个月大白天 所有餐厅都不能开 干脆就所有餐厅都不能开 因为你吃了会犯法嘛 那个州有百分之五的非穆斯林 他们也受影响啊 反正在街里面也就不能吃了 你就躲在家里自己吃 不能够出去外面吃 就是这么搞 所以伊斯兰警察 这个就是抓这种东西 偷吃啦 在街偷吃 偷喝酒啦 还有难以亲密的接触 因为我们伊斯兰法定有不一定啊 难以亲密接触什么意思呢 固难管理共处一事最高判两年啊 那么OK 那么如果难以在公园牵手算不算亲密牵手也算 所以这些宗教民官员就会在公园里面取罗 啊有牵手了 OK你是乌斯林吗 不是OK没关系继续 是的话你刚才稳着他抓起来 我现在讲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事情 所以因为我们的伊斯兰法庭逐渐的保守 在1988年之前 伊斯兰法庭最高就是判半年的监禁 而且那种亲文完全没有判 但88年之后变成三年了 刑法变高了 法令法条又越来越细了 变成亲密行为也要惩罚了 虽然相对也是亲的 六个月监禁 但是也是一种惩罚 所以变成宗教的那种警察 又相应了权力就大了 因为他们抓到了罪行变重了 以前是有这样的官员 但是完全没人管 因为抓到你最高就判六个月 而且这种亲密行为喝酒 最高是判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因为最高是六个月 他的这个法院所判的 所以他判得很轻 后来慢慢变成三年就判得更重 所以宗教官员就变了变多了 现在未来的发展 他们国会是在讨论的就是 要从三年变成三十年 哇就更糟糕了 然后一把这个伊斯兰法庭的权限 破伤到三十年 各种罪行 难以亲密性行为 困权性行为 哇可能从六个月变成两年三年 那么宗教警察的权力就更大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的警察 是不抓这些东西的 他们只是抓一般的宫法的犯罪 那是一般的法庭在管 伊斯兰法庭 他们本身是可以下病例叫宗教警察去 执行他们的法律 那么宗教警察呢 他们也会吐击我们酒吧 晚上吐击酒吧 从头不准喝酒 查身份证 但是伊斯兰法庭 是什么时候有闲事呢 你会什么时候在那喝酒抓去 因为现在中了 喝酒现在最高是叛一个月了 所以去抓 那么这样子也给我们法官员呢 贪污的空间 贪腐的空间 你抓你也要抓就可以了 那你给我一点小钱嘛 你放你走嘛 放你红了后门走嘛 就有这种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这国家贪污不坏的话 你这个宗教法令 你只会造成更糟糕的后悔 那么这个宗教警察现在的权力是这样 所以 当然宗教警察很多有滥权的地方 那么他们在大规模的凸击检查的时候 他们可以叫我们的内政务警察局协助 协助办法 可以申请协助 因为在马来西亚现在还是规定 宗教警察不能带武器 只能带棍子 不能带枪 未来如果你伊斯兰法庭的权力过大的话 也许可能会有宗教警察配枪 那就会更严重 那么在沙特阿拉伯的宗教警察 他们可以配枪 很严重啊 所以他们可以抓现情况 你喝酒现情况抓起来 逃跑开枪啊 哇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未来会不会这样子走呢 未来这一两年我们不会在讨论这个 伊斯兰法庭的法案 就会改变这个国家 至于叛教拓列伊斯兰信仰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这个本来是可以写另外一个课题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 马来西亚本来叛教的人 就是拓列伊斯兰信仰啊 向这个内政部登记局 申请更改宗教信仰就好了 因为我们身份证上有宗教信仰 那么你更改的话就没事了 但是后来八十年代 逐渐呢 我们伊斯兰法庭权力扩张之后呢 伊斯兰法庭有修改法条啊 就是说任何要脱离伊斯兰 伊斯兰信徒的人 要到伊斯兰法庭去登记 脱离伊斯兰才算 这样的法条出现了 到内政部登记局 有一个人叫尼纳组这个人 他要改变他的信仰 从伊斯兰变成基督教 结果不给他改变 你不能换身份证对不起 你要先到伊斯兰法庭 得到许可之后 你才能来换 但是问题又来了 我们伊斯兰法庭里面的法律呢 也有一条 任何要脱离宗教的人 最高判处三年兼职 也就是说 你要去坐牢三年 完成了这个兼职之后你才能换 那不是搞笑吗 所以就不要去换 他就硬是说 他就上诉我们马来西亚最高的联邦法院 最高法院上诉说 我有权利换我的信仰 不需要经过伊斯兰法庭批准 这样的诉讼从1993年 一直到2007年才有结果 到了2007年 诉讼了12年 14年有结果 最后结果还是 你要换宗教抱歉 你还是要到伊斯兰法庭去更换 申请更换 虽然你得面对三年渐进的惩罚 但是你还是要去伊斯兰法庭 因为现在所有宗教的事物 伊斯兰的事物 包括穆斯林身份的辩认更换 还是要到伊斯兰法庭去申请的 所以导致他干脆也不要换他 他就现在住在英国 叫一个英国 所以他也不回来 因为他回来可能会被打 因为我们有些极端的 我们要对他 挑战我们马来人的西兰法 所以在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是路斯林在马来西亚 你是马来人路斯林 你换不到 你要换你要接受惩罚 你要不要换 但很多人不换 所以变成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刚才说了 宪法161条规定 马来人必是伊斯兰 你脱离伊斯兰你就不是马来人 这是翻扛的 因为在很多国家 种族跟宗教 怎么可以这样子合在一起呢 你台湾人你信佛教 你就不是台湾人吗 你信中国教 你不是台湾人吗 你信睡觉你不是台湾人吗 不是嘛 你什么教你不是台湾人 所以在马来西亚 是这样一个扭曲 是因为法令这么毁力 那么又刚好 我们执政党是一个 种族主义 将宗教主义 联合在一起 所以他就推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马来人 是没有换宗教信仰的 我们华人是有的 你要信什么教 水里 不能信回教 但是信了回教你再出去 对不起 又很困难 但是呢 是可以喔 我们伊斯安法庭 过去二十年来 我有记录喔 有差不多一百位华人信仰的 伊斯安可以出去喔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法庭的判决 也不让他们坐牢喔 因为是说 他们是因误会而进的 但是 后来因为了解而分开 不是 因为是说 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 伊斯安情况 基本伊斯安 现在他们没有学习到伊斯安 所以他们出去 我们可以让他出去 不需要受惩罚 因为他们没有误辱伊斯安 也没有说真正的信 他们是因为误会而信 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马来西亚操作上是 你是华人 你要加入伊斯安 你再出去 还可以 不是百分百可以 是还可以 马来人 对不起 不可以 到今天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马来人 成功得到伊斯安法庭批准出去 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种族政党 是属于种族主义的 因为穆斯林是要平等的 假如华人姓伊斯安 马来人姓伊斯安 你对马来人特权 又歧视我 你不是歧视穆斯林同胞吗 这样是对种族主义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很特殊 虽然一直讲伊斯安 但是对向华人传效不积极的 他会防范说 你那么多华人信仰 我们伊斯安干嘛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跟我平等 所以不积极 因为华人信仰伊斯安之后 也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是种族主义 他实质是种族主义 所以就是变成说 我们今天华人七百万华人 华人穆斯林有多少 不到十万 在一个强调伊斯安的国家 七百万华人只有十万 不到的华人穆斯林 过去是五万 十年级五万 近最新的 我了解的 华人穆斯林协会 大概是八九万 OK 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 会不会有非常希望 现在问问题 我们开放 还是等一下再问 还是现在可以问 但是等一下 其实也那么久 有没有非常希望 现在问问题 还是我们可以等到 大家好 第二天结束之后 可能有一些延续的问题 我们再会一起 那现在我们就是 就几个 回房十分钟好了 今天是我们 差不多四点二十继续 好不好 好